這是我們現在全國第3條的磁船業縣 磁船 全國 Hello 大家好 我是王宇船Nelson 歡迎來到大灣區 歡迎來到港人專業的深圳 我們環宇船的深圳展廳就在爐口旁邊 一出田廳就會見到商業城一樓的1103號鋪 可為十分之方便 我們環宇船的免費體育團是田田出發的 我們精心猜算過百個賞盤 讓你去到現場最真實的了解樓本的情況 周邊的地段交通 以及周邊的配套環境等等 當然還可以品嘗這個最地道的美食 那現在參加太太貼了 今次送來環宇看樓三步 送來防曬雨遮礦泉水和塞紙膏 全程為你遮風擋雨 用心為你安排主席下你的行程 讓你買得安心又放心 遮撥打熱線電話6963-0900 報名啦 好,大家好 環宇上本,Rimman 我們今天來到清遠這個位置 幫大家拍攝一個非常具備投資價值的單位 這個單位就是我們時代傾力打造的領風系列 這個位置有什麼優點呢? 大家有沒有聽過國內的長龍動物園? 長龍現在在潘嶼有一個野生動物園 以及在我們的珠海也有一個水上的海上世界 這個就是第三個長龍 大家知道在哪裡嗎? 沒錯,就是現在我們說的清遠版塊 這個長龍是潘嶼長龍的15倍 然後是珠海長龍的25倍 可能大家對長龍沒什麼印象的情況之下 或者有去過香港迪士尼 它是香港迪士尼的76倍 大家知道這個體量有多大 我們現在身處於這個時代領風的小區花園裏 這個屬於我們的小區的生活配套 包括我們的活動場地 至於這個樓盤是怎樣的情況呢? 我們現在即時帶大家日沙拉布去了解一下 水 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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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by索兰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可以选择楼巴直达白云公园地铁站 轻松享受幻区一小时生活圈 项目离清远长廊只有4.5公里 你知不知道 广州潘月在长龙的带动下 区域价值飞升 幻琴长龙也带动珠海GDP增肃掌度珠三角首位 为了全面打造大湾区旅游目的地 清远北江生态旅游帝银站片区 也正式动工 项目周边回集十大产业园 腾讯、豪美身材、立光图鸟、欧批家居 很多都是你熟悉的有名企业 港青紡織服装产业有序转业园 亦都计划落地 将吸纳数十万的就业人口 住在这里自住出租都不洗手 时代领封是按照一线城市标准打造的高品质社区 园林约11万平方 拥有约3600平方商业街 项目教育资源不断升级 其中银站臨场学校于2023年9月份开学 项目已经交付了一千多套 33平方到53平方2到3房loft 正装硬楼所见即所得 你心动了吗? 我们现在现时进来十楼部 清远除了我们现时这么漂亮的楼盘之外 还有什么可以去玩去看的地方 现在第一个有我们现时成型的漂流 第二个有我们的温泉 整个华南片区里面 即是水室最漂亮的银站温泉 第三个也有我们现时开放地下河的自然风际度假区 刚才听我们的本地同事说 本地人有一句说话 差点笑死我 一漂二泡三叫鸡 大家不要误解 漂就是指我们的漂流 刚才说了 二个就是泡温泉 第三个鸡是清远本地最漂亮的食物 清远走地鸡 应该大家之前也听过 在这边现场我们会试一下 非常棒的 刚才介绍完我们的周边情况 还有什么玩意 现在看看我们的楼盘 整个交通的轨道是什么 看看这边 现在所处的位置就是这个位置 时代领峰项目 门前这条就是广青大道 是连接广州和清远的一条重要交通线路 现在我们来看看 假设我们想乘搭车回到香港 现在门口这条 有一个叫港青的城轨交通 清城站已经正式开通了 预计在明年的7月份 我们可以直达到现时的八环站 八环站是属于整个亚洲片区最大的枢纽站 它是一个交通城轨 包括有城制高铁 后期会直达我们的西九龙高铁 可以回到我们的香港 全程如果从我们现在门前的银盏站 到我们的八环站 全程只需12元 大概都可以到20分钟左右 就可以即时到达了 如果假如按照现时开通的 就从清远站 坐回我们的高铁站 去回我们的深圳北站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深圳 然后再转地铁回到我们的楼湖 也很接近的 全程大概是112元左右 如果我们去北京上海 要坐飞机怎么办呢 不用回香港 直至很接近的 在八环机场站那里 从项目附近的银盏站 直接坐六个站 就可以到达我们的八环机场 八环机场大家也有了解过 也是属于整个华南区最大的民用机场 所以现在无论是回香港也好 或者去广州也好 甚至乎我们出行 去到周边的城市也好 其实我们的交通线路是非常完善的 如果假如自驾车 这边回到深圳那边去挪湖 时间周期就会长些 大概要不要去到差不多两个小时 五十几分钟左右 没必要 因为本身我们的高铁也好 城制轻轨也好 包括我们的机场也好 其实周边也很方便 说回我们的骗区板块 它是属于哪里呢 它是属于清远的国家高新区板块 也属于我们现在的清城区去管理的 这些骗区是连接到清远和广州的中间位置 所以政府重点打造这个骗区板块 是有产业园和我们现在的旅游板块 四喜卡的旅游风景度假区 再加上我们现在政府从16年开始规划打造的 这个长龙森林乐园 它是整个亚太区域最大的野生动物园 这个骗区板块预计是在今年年底会正式开业 现在整个动物园已经在做收尾工程 动物已经在里面养了大概四年左右 现在就差点其他装修、远装和设备 搬进来之后就可以正式运营了 相信这将来也是一个最大的亮点 跟大家插一下画 我们的潘于长龙野生动物园 它是2006年正式开业的 2006年之前整个潘于的楼价 大概是三千多元四千元的房 亦是因为政府的经济带动 长龙野生动物园开业之后 周边的楼价差不多升幅若摩20%左右的价值 至今为止 潘于楼价差不多到四万元左右 所以其实我们的旅游度假区 和一些大型政府的游玩设施的配套 会直至影响到片区的经济带动发展 和就业的情况 所以这一期也和大家找回 我们现在的时代领风项目 帮大家去推荐这个产品 这个产品自身的情况是什么 我们先看看沙盘模型 整个小区总共占地面积是12万方 总共有18栋住宅 有两栋酒店式公寓组成 还有一个大型商业中心 这个楼盘现在属于现楼发售 我们今期和大家介绍的单位 主要是我们酒店式托管的公园 这两栋可以自用 也可以委托给我们的开发商 进行一个日常的管理 收益是非常可观的 我们先和大家介绍 这个产品的亮点和户型设计 最后先和大家说回 我们现在的价钱和市场情况 再看看我们现在的价钱 旁边有什么 刚才在区域模型里说了 我们现在门前有一条城轨的交通 大家应该有坐过港珠高贴 其实也是那种类型 2020年正式通车 可以连接我们现在的青城区 大家知道这个位置是什么 很开心和大家介绍 这是全国第三条的磁船埔列车 我们国家有两条磁船埔 已经开始正式运营了 一条是我们的上海 第二条是我们的湖南省会长沙 那个雨花区的 到机场那条路线 第三条 政府就会在我们现在的大湾区板块 重心在我们现在的高薪科技产业园 这边的位置打造了一条磁源浮 它的主要功能是从我们现在的银棧站 直接开到我们现在的青远长路站 方便分解我们去那边游玩 以及我们现在的济华园的产业园 以及高薪的super mall 去分散交通的压力 所以其实后期我们搭轻轨 去到我们现在的长路站 全程大概是去到8-10分钟 就可以到达了 非常方便 大家可以看看 政府重点打造的交通轨道 的偏区发展 也有它的重要战略作用 现在看回我们现在的长路 国际旅游度假区 这个偏区 刚才已经说了 它的规模非常大 整个项目 它估计走完整个园林 可能差不多接近一天的时间 所以我们都很期待这个版块的开通 在这个潘虞的长路 和珠海的长路 现在的票价是什么呢 大概是一大一世 一个大人扔着一个小朋友 费用大概是 800元左右 如果家庭票 两大两世 费用大概是 1600至1700 它门口也有自己打造的 酒店 住一晚的情况 大概是 1600至1800之间 要看看是否当季 所以我们这次推荐的单位 主要是迎合后期的 这个长路开通之后 我们在人流比较多的情况之下 可以进行一个 投资回报收益的大作用 这个产品 那户型是怎样的呢 我们现在上去现场 先看看 如果您是否在一起 我们现在上来示范单位了 这个户型是非常漂亮的一种Loft设计单位 总面积到33方 其实之前我也很想和大家拍摄这些单位 但是无奈一直没有什么机会 今天终于有个机会和大家介绍一下 33方的单位是一个上下两层的设计 装修现在现时看到的大部分都是有的 但是有些像这些储物柜不是除楼交付的 到时以现场这边大家看得出准 但是它的设计非常深迷的就是 下面这一层是做了一个厅的位置 有一个小的生活阳台 这种户型的设计可以保证整个空间的舒适性 做到两层的功能分区 它也有自己的独立阳台位置 自己放在洗衣机、浪衫 其实也很方便的 这层楼属于现楼发售 如果假如有合心水的楼层 我们可以即时到现场去看看 今天签约即时可以收楼的 那我们看看二层的设计是什么 二层的位置就是一间小房 这间房可以作为一个小朋友房 也行 或者是坊间杂物房也行 这些单位是33方做到两房设计 户型实用性是非常高的 虽然楼板不是这么高 但基本上作为一个米六多的我来说 其实也算还可以 这里有一个公共的洗手间位 所有的结具都是匹配的 整个洗手间的位置也会有通风口 这里作为一个主人房的设计 大概面积就差不多到十一个方 到十二个方 这个户型总价只需要33万7 可以享受到大装修 买现楼的户型 同时还可以具备这个 叫做酒店托管的模式 那酒店托管的费用是去到多少呢? 那我们现在每个月 总共会给大家两千元的收益 是直接打到自己的账户里面去的 这个单位总价是33万7 维度的回报差不多到6.8厘左右 是不是非常高呢? 因为其实最主要是刚才我所说的 第一个周边的产业园人群的带动 另外就是我们这个长龙 他本身自己的酒店公寓的费用会比较高 所以其实这种户型就像民宿 后期托管公司会进行一个日租的形式 反租给这些旅游度假的客人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了解这个数据 其实我们的潘月长龙 或者是去到我们的珠海长龙 日来访人数是去到10万人次 一个月的话就差不多是300多万人次 你想想吧 基本上如果假如自己有10%的人去租这些单位 其实我们的收益非常可观 当然你也可以自己不委托给我们的 这个酒店托管公司去租的 自己用来掛网上那里 从apps那里掛牌去租 每天都可以 但是没有这个2千元的收益 到底是怎样呢 自己选择 我们再看看另一个更加实用的户型 好 现在另外这一间就去到55个方 这个单位是组到三房 是不是很夸张呢 55方的单位总价就去到52万7度 52万7度 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装修 和我们的傢俬电器都是齐备的 也是可以作为酒店托管的模式 它有一个正式的厨房 比刚才我会更好 它也有排银管 所以在家做正式的煮食是没问题的 这个单位就是每个月有3千元的回报 可以给我们自己的 首层的位置就是一个中空的厅 这边的厅的层高是4米半的 如果假如家人不太多 是两口人或者三口人住 其实是非常舒服的 因为我个人来说也很喜欢这种挑高的中空厅 坐在这里完全没有感觉到一个压抑 客厅的位置连接我们的阳台 包括我们的生活的使用 其实是挺好的 进来这个位置就是一个公共的洗手间 这里是一个开放式的洗手盘 还有里面会有我们的淋浴监和马桶区 首层的位置我们做了一间小房 这里可以作为一个小朋友的房 或者是长辈房 或者有朋友来玩的时候 也可以在这里休息一下 这种产品其实在我们现时的广州版块 其实是很流行的 它最主要是针对我们的年轻精英的一部分 有些人会进行合租 或者是自己是单一个有家人 可以在这个环境里租下来 其实回报是非常稳定的 月租是去到3000元 看看二层的位置 这里有一个中空厅的护栏位置 完全可以享受我们首层的设计 另外它进来这个位置 它是有一个二层的生活区 这里原先是一间房 不过设计就打通了 做了一间开放式的衣服间 这个房间计算下来 差不多都接近有9个方 主人房这个位置 旁边也有一个洗手间 这个洗手间会比对 下面会比较大 整体的使用也算很好 主人房相对比较大 这里差不多到近有13、14个方 就行了一张两米的大厂 外面也有窗口位 可以看外面的环境 不过说真心一句 这里属于商业公寓 它的价值 最主要是投资的收益回报 是最主要的 如果你说 我也喜欢过来这边浸一下温泉 吃一下本地的走地鸡 或者去一场野生动物园去玩一下 其实这家屋自己买来 暂时上来度假 也是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单位其实是很实用的 按照现在的整体均价 差不多是9,600元左右 带上所有的精装修和储具 假如你要租的话 就委托现场签分合约 毕竟是时代地产的产业 所以相对来说是比较稳定的 第三年我们这边的合约 是进行固定收益 再加分红机制 也即是说 我们现在现时这间55方的单位 三年之内 每个月给你固定收益 是3000元一个月 三年之后 按照3000元的保底 再加上每个月的正盈收之后的55分成 当然 你觉得现在市场价 可能远远不止于这么低 自己拿回来做经营也是OK的 那我们现在回到沙楼部 看看整个楼盘总共的情况 刚才看完我们33方和55方的两个职 现在现时现楼就是这两个户型单位 刚才和大家说了 其实也会有一个固定的收益 再加上三年之后会有分红 整个清远 早期属于我们的广州后花园 其实广州人很多 会买回这边 由投资度假或者养老使用 清远的价钱是十几年前 大约到2000元左右 最高峰的 好像我们17-18年的时候 差不多是123,000 清城区的中心位 大概是155,000到18,000 所以现在现在看回 整个楼价的调整之后 其实这个价值 已经完全回归到理性了 那我们现在身后这块 就是我们公寓的那两栋 消控板 其实大家看到了 早期那时候很多港渣人过来买了 现在现时也有很多业主 已经入住了 也有收租的 所以其实如果解约合心水 可以随时联系我WhatsApp 了解一下最新的资讯和资料 到时我们详细可以在现场 看回实景的区位 进行一个简房 这个片区版块就是 我们现在现时 这两天的新闻 大家不知道有没有关注过 现在是看房不看贷款的 国内最新的政策 也包括了很多在深圳 广州这些城市的群体 都已经具备了扣房资格 所以现在我们今次 推出广州北辩的这个版块 给大家做一个选择 因为更多的就是考虑 今年年底开放的 第三个长龙野生动物园 会带来很大的群体的收益 带动周边的经济 所以其实这个流盘 是我们今期会和大家 是主力推送的一个单位 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随时联系我 右上角的香港电话 或者是加我WhatsApp 了解我们最新的资料 看看 约的时间 过来现场实地考察一下 品尝一下我们当地的 知名的清远鸡 好 今期介绍到此 我们下期再见 See you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